郭家麒議員 大家都緊張 我不知道 可能他 我是支持陳志全議員 根據這個議事規則 49-2A 是動議不得就容海恩議員的動議 的譴責議案 再取取任何行動 因為容海恩議員 他現在根據 79-7 所指的行為筆檢 是一個極之嚴重的情況 或者我都 要講一下什麼 79條 其實是 特區的 立法會議員有些情況 他就要 被喪失 被宣告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或者我們逐個講一下 第一就是嚴重疾病 或者其他的情況 無力履行職務 應該都不是這一種的情況 就是嚴重的疾病 就是說到真的 譬如說他有一個 末期的癌症 他有一個病 譬如他有一個嚴重的心臟病 嚴重的腦血管病 令到他是 無論是身體上 精神情緒上 他都沒有法治 執行這個職務 不是沒有試過 可能都有一些情況 議員可能在他的身體上 有一些這樣的情況 不能夠回來 但是都不是因為 他一定有嚴重的疾病 或者有其他的情況 就可以自動拿走他 所以有第二條 就是說他未能得到立法會主席的同意 連續三個月不出席會議 而沒有合理的解釋 第一個就是相當嚴重的病 他沒有法治 作為議員 他可能站都站不到 講都講不到 或者情緒上 是受很大的打擊 第二個就是等於抗職 學生抗課三個月 沒有合理的解釋 第三就都相當嚴重 他喪失或者放棄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的身份 這個真的相當嚴重 如果你做議員 連一個特區永久居民的身份 你都不顧的 沒聽過 也都相信不是很多 第四就是接受政府委任 而出任公務的人員 這個比較多 有些議員做一做 無論是立法會議員 或者是區議員都試過 尤其是建制派那些 就會被政府看重 要做一個公職人員 他當然不能夠成為議員 第五就是破產 或者經過法庭裁定償還債務 而不履行 這個也是相當嚴重的 就是在香港大家都知道 在特別做議員 他都要審視他自己的經濟狀況 或者他有沒有借舉債而不能夠履行等等 第六就是 在特別行政區內或者區外 判有判有刑事的罪行 判監超過一個月 以及經立法會出席的議員 三分之二通過解除其職務 然後第七 才去到容海恩議員提出的行為不檢 違反誓言 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 三分之二通過 通過譴責 我忍這麼多 其實我想說 大家看到 這些所有的指控 都是相當之嚴重 相當之如果有觸犯到上述那七樣的情況 的確在立法會是一個適合的一個場合 是要談究竟是否可以繼續去作為議員 或者是否應該受到譴責 老實實 那天的會議 很多的議員 包括我自己都在 我亦都看了很多次 聽了帶 亦都剛才容海恩議員都提了他的指控 我會這樣看的 他這個指控 其實是裡面其中一個 就是他認為 第一他提出了他跟陶謹申議員的分別 他只是指出了陶謹申就是 就是他兩句的 一個相比於陶謹申 容海恩憑什麼選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呢 這樣講到保安 這裡已經停了的了 就是說其實陶謹申議員作為 在保安事務 我想在立法會裡面 他既是最資深的議員 也都在保安事務 我相信他是有足夠的能力 給任何一位委員 無論你支持 不支持他 你是建制派 或者是保皇黨 你都會覺得陶謹申議員 他在過往在這個保安事務的工作上 他認受性是相當之高 如果不是的 你看很多在傳媒 或者其他人要找一些引述 或者一些評論的時候 我相信陶謹申肯定被要求 去給一個意見 給任何一位議員 包括現任的主席為多 第二個 我引述毛孟靜議員 他就說你自己都承認下個月要生產 你前四後六好起碼 就不知你有多少個假期 起碼是完全不能接受等等 其實我呢 我自己是怎麼看呢 我剛才都引述這些的看法 就是說 有一個議員他臨要生的 他要拿一些的假期 其實我相信呢 他是一個善意的一個提點來的 大家都不要不記得 毛孟靜呢 他自己本身女性 第二呢 他也都生過小朋友 他在對於那個懷孕的婦女 在懷孕期 會接受或者有可能出現的一些的壓力呢 我相信他是由衷之言 我想引述一個醫學的 研究呢 就是這樣的 在懷孕的婦女裡面呢 有百分之六十四呢 是會存在心理健康的問題 是明顯會影響她的分娩和母嬰健康的 就是說第一 懷孕的婦女 超過六成 是會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的問題 可能是壓力 臭小朋友 工作 家庭 再加上照顧 而在這裡呢 如果再給這些心理健康的壓力再加呢 他就是會影響她的分娩 甚至影響母嬰的健康 這個醫學上就是很清楚的了 就是很多在醫學上發生的 因胎兒的生產過程出現的問題 譬如早產 即不觸穴 初生嬰兒的疾病 初生嬰兒的 譬如她的體重不足等等 這個其實呢 很多的研究顯示 都是跟懷孕的婦女 她在懷孕期的心理健康有關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懷孕期的一些生產過程裡面 一些病發症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情況 譬如說是一個早產 產後出血等等 這些因懷孕或者生產過程 而產生出來的 種種的一些副作用 或者一些影響 其實都會發生 就是人同此心 我相信任何一個人 就算我不是 好像毛孟靜議員 曾經是懷孕過有兩個孩子的 我都會想一下 會不會對一個孕婦來說 一個高度或者過分的壓力 會對她自己本身的心理 或者胎兒的誕生等等有影響 如果從這一點去看 其實這些是一些善意的提點 不過很可惜 有時候言者無心 聽者就有意了 我也都理解到不同人 現在在我們的立法會裡面 可能用 我不想說地固指揮露袋 不過我沒有這個意思 說要說哪個人的身體 我只是說她的位置 她會決定她的想法 無論你幾善意的提點 聽了一些 對著一些其他有不同政治 剛譜的議員 她就會聽了下去覺得很硬 再加上當時的情況 我明白 容海恩議員 作為建制派其中一員 她可能受到一些情緒上的影響 都很想會表達對民主派議員的情緒 這個我覺得沒問題 我也體諒她在懷孕期裡面 有很多壓力 所以她任何當時的說法 我都覺得是應該去諒解 不過這些諒解 或者這些認識 或者是怎樣的 我又不說包容的字 一個諒解 不等於可以接受 用到議事規則 我們講的叫上方保劍 是作一個現任的議員 是根據《基本法》79-7 是作出一個極之嚴厲的指控 這次其實攤開來講 只不過是希臘法會裡面 經常發生的口說之爭 大家都明白 在不同的陣型的議員 在很多的情況下 都會有一些說話 在對方聽了下去 是接受不了的 我不是說容議員 但是我愈來愈多發覺 本會有很多玻璃心 只要你說出一些形容詞 是建制派覺得是很… 它一定要有反應的 容議員那個 我完全覺得沒問題 譬如我經常在本會舉個例子 什麼武漢肺炎 那就已經幾十個人彈上來 就要出來又譴責我 又指罵秘書處 又罵梁君彥主席 很老實 建制派自己的議員 我看回他們出來的東西 這個民建聯 以往第一批出來的一個抗疫的講座 我看回包括 蔣麗雲議員 李維琼 還有鄭詠信 就說 預防武漢肺炎 個人衛生要做足 這張poster 我自己看拍了 我覺得這樣 很老實 可能大家有些玻璃心 不要緊 但是我們說出來的這些說話 都並非是一個 一定是等於一個負面的價值觀 正如我相信 毛孟靜議員說出來的 他只是作為一個婦女 他都會說出 其實懷孕婦女在實際上 心理上 很多事情 他都未必是能夠 容易地去處理 越來越多的壓力 而這件事 譬如我看回 容可欣議員 引述了他在總共幾點裡面 其實很多都是根據 平基條例的性別歧視裡面去講 但無論是平基會 或者我看到他裡面 我並非大律師 我沒有可能比容可欣議員 但是我看到他裡面的指控裡面 其實是不等同於 是犯了這個性別歧視的 譬如毛孟靜議員 就肯定不是容可欣議員的上司 毛孟靜議員的任何評論 是不能夠剝削了 舉個例 容可欣議員參選或者被選的機會 你最多是影響你自己的票 你又不是炒不到他的魷魚 也不可能加到他的薪 減到他的薪 所以跟這個性別喬禮 但是四十八章五 胡一那裡是真的風馬牛不相及 所以這樣去講 我都盡量去包容容容議員 因為可能他都是很… 那團氣很大 不過我覺得這樣 今時今日在我們的立法會 我看回容議員本身 都可能有很多不幸的遭遇 我都是同情的 譬如在選舉初選的過程 給他們自己的黨的堤氣等等 即我是作為一個普通人 或者你當我同事也好 不當也好 我是理解你那種心路的歷程 那種痛苦 是 等一等 容可欣議員你的規程問題 是 我想郭家麒議員澄清什麼叫不幸的遭遇 我個人不認為那些是不幸遭遇 喔 不要緊的 主席我都沒有什麼很澄清的 我就是… 郭家麒議員 我沒有什麼很澄清 我都是有感而發 如果你認為是一個快樂的遭遇 我都… 我都是… 因然會接受你的快樂的遭遇 這個是一個你的快樂的遭遇 我就看來是一個不幸的遭遇 那怎樣都好 我無意是冒犯你 不過我是不能夠同意你一些的指控 我會支持陳志全議員的議案的 本人謹知陳志全議員